今年过年 呱呱乐的买气相当旺 还有不少人在开工之后 要继续拼提早退休的梦想 但是最近不少彩券行 突出现了呱呱乐大吃货的情形 像是2000元面额的呱呱乐 在初流就卖光了 而1000元面额的 也在前两三天卖个金光 500元和300元面额 现在只剩下店里头有库存可以卖 市场上盛传 主要是因为塞港跟传奇延宕 导致呱呱乐来不及从加拿大运来台湾 而至于往年都在开工之后 才会上市的元宵节系列呱呱乐 在今年也要等到2月22号之后才会推出 有金销商就比喻了 现在就好像是周年庆还没有结束 但在台面上已经没有货可以买 过往年还想拼最后一把 挑战高面额的呱呱乐 期待可以提前退休 只是看看架上的呱呱乐 最大面额只剩500元 我刚刚来的时候 这边就没有看到 有一千也没有两千的 就是比如说剩一些500元的 过年呱呱乐买去加 面额2000元的早在6号就卖完 面额1000元的两三天前也完售 市场盛传由加拿大印制的呱呱乐 因为塞港传奇延宕 原本2000万超级红包呱呱乐 还差一点上不了船 因为去年预计11月抵台 当时却收到国外厂商 紧急通知船班取消 索性后来在各方努力下 在最后一刻才让呱呱乐顺利挤上船 12月抵台销售 不过最近经销商到银行批货 300元以上面额的呱呱乐 已经没有库存 只剩下200元以下还批的到货 这些都是呱呱乐的库存 这边都是200的 100的 应该新款应该会在2月16号 17号左右应该会有新的吧 如果这2月16 17没有出来 就可能我就不晓得了 有其他小规模的经销商 比喻周年庆还没有结束 台面上就快要没货可卖 去年才采在开工第二天2月18号 就推出元宵系列的呱呱乐 今年新款则要等到22号才会上市 与农历年前最后一批发行的呱呱乐 相隔超过一个月 由业者担心新款上市时 元宵节都过了恐怕影响业绩 九阵新鲜国推报道